近日有关香港知名艺人赵雅芝与其老公的负面新闻不断 称赵雅芝因偷情遭遇家暴 随后被人爆出更多有关整容偷情等旧日传闻 其老公黄锦身和儿子黄凯杰的花边新闻也被翻出 近日赵雅芝公司就此发表律师声明 该声明称这些新闻内容严重事实 对赵雅芝女士及其家人进行恶意诋毁重伤 严重侵害了赵雅芝女士及其家人的秘密权 属于侮辱和诽谤的违法行为 并告诫相关虚假新闻的始作俑者 不得再对赵雅芝女士及其家人进行恶意诋毁及重伤 并应当对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啊 断肠也无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 Kings公司